大家好,我是阿斯卡 欢迎收看不负责任风动漫 今天又来聊一部新的圣斗士相关作品 《冥王异传》漆黑之意 《冥王异传》是由车田正美授权 栽藤建二编剧《上田信州》作画的漫画 关于《上田信州》的作品 网络上找到了有 《海老川丁的妖怪咖啡》 《女神异文录》 《华原幻想曲》 《冷手》 《彩之神》等 呃,完全没看过 不过这不是重点 《冥王异传》最早是在2021年2月的 《Champion Red》以月刊的方式连载 是以当今流行的异界转身题材为主的剧情 画风也是走LC冥王神话的美型路线 之前就有网友留言要我介绍一下这部作品 但由于当时只出到第三话 都在讲一些无关紧要的校园生活的东西 目前出到第十话比较有点内容了 也刚好是来解说一下这部作品的好时机 《冥王异传》 顾名思义一定是在讲冥王相关的故事 只是这次换成了以冥王阵营为视角 主角时任翔一郎 是天猛星双足飞龙的转身 女主应该是潘朵拉转身的月倒吐鸡 这漫画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会再续LC冥王神话 拉达曼迪斯跟潘朵拉的爱情故事 看过圣斗士的朋友都知道 圣斗士都是要经过长年锻炼 激发体内的小宇宙后 再借由星座认可才能披挂圣衣成为圣斗士 但名斗士之力都是潜藏在108魔星的星宿之中 只需找到下一任的宿主就能觉醒能力 完全不需要经过什么锻炼 所以以名斗士为主题可以省去很多的麻烦 故事刚开始 在一艘古拉杜财团的邮轮上 载着一群高中生 要去参加一个什么语言的研讨会 这些学生虽然都是古拉杜财团培养的 但船上多半是冥王军的人 而且这些学生的名字又难记得要死 要是真的出现108人 我肯定会晕掉 这里只要记得翔一郎的双胞胎弟弟 时任耸刺狼 跟他的青梅竹马水晋加托雷亚就好 第一话除了介绍这些难记的角色外 也没什么重要的剧情 直到最后 游轮遭到不明原因爆破袭击 天猛星转身的时任翔一郎 抱着潘朵拉转身的月岛突击双双坠海 才在海底激发了双足飞龙之力 翔一郎醒来后 发现自己来到了冥王神殿 眼前这个小正态竟然就是冥王哈迪斯 原来这一切都是雅典娜攻击冥界所导致的结果 在雅典娜的攻击之下 一些在冥界生活的民众和冥斗士们几乎完全覆灭 哈迪斯用尽了全部的力量 将冥界所有幸存者转移到了这片 只有神才被允许进入的极乐净土 因此才会历劫变成这副小正态的模样 不过权力一级的雅典娜应该也是相同的情况 于是哈迪斯便要响一郎立刻到地上刺杀雅典娜 突然第一集登场的这个朱春凤也出现在冥界 原来他是天枯星阴森女妖的转身 天枯星在原作中是隶属于拉达曼迪斯的麾下 但在本作中 因为朱春凤比祥一郎还要早觉醒星魂之力 所以发动他的能力带着祥一郎跟月导 直接来到雅典娜的神殿 并交给祥一郎一支承载冥王小宇宙的漆黑箭石 要他用这把箭来刺杀最怕箭的雅典娜 祥一郎的力量虽然尚未完全觉醒 但凭借三巨头的实力还是能驱动这把黑箭 就在黑箭即将射出之时 一只黄金之手挡下了这几 想一郎仔细一看才发现 阻止他之人竟然是自己的双八胎弟弟耸次郎 而且还是以双子座黄金圣斗士的身份 而在神殿里的雅典娜 也正好是他的青梅竹马加托雷雅 接着就开始回忆起一年半前 三人刚入学时的情景 刚看到这幕 我还以为看到海贼王的相及式 说真的 一个时代一种情怀 冥王异传虽然披着圣斗士的皮 但大部分的剧情都很跳透 像我这一路看着圣斗士长大的老人 实在很难接受这样的剧情 我根本不想了解这些人 在学校的无聊日常 比起来圣斗士新史Omega的世界观 我还比较认同 但以人物造型来说吧 白羊座的发型很接近 差异不会太大 但双子座圣衣 穿在这样发型的人身上 感觉一点威严都没有了 终于在新生入学典礼上 看到一个熟悉的人 射手座黄金圣斗士艾奥罗斯 在本部作品中 艾奥罗斯是双子座 耸刺狼的兽业恩师 小时候将耸刺狼 带到希腊去修行 发现他体内有不雅于 黄金圣斗士的小宇宙 艾奥罗斯虽然一样 是来学校保护雅典娜的 但他脑中时常浮现出 吴小强那个时代的影像 突然一个人 在艾奥罗斯的面前出现 是这个世界的 三羊座九头龙涌斗 又是一个发型格格不入之人 明明同样都是黄金圣斗士 三羊座竟然使出圣剑来攻击艾奥罗斯 情急之下 艾奥罗斯赶紧呼唤 射手座的黄金圣衣 但圣衣却没有回应他 这时三羊座说出了耐人巡贵的话 哼 看来无论身在怎样的时空 你都无法逃离圣战开始前 就注定殉命的宿命啊 这一瞬间 艾奥罗斯想起了 他在SS本传发生的事 自己应该是已经死了 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 话还来不及说完 就被三羊座杀掉 艾奥罗斯死了之后 连在耸刺狼的记忆中都消失了 在这世界 不只是黄金圣斗士自向残杀 还有一个地狗星 莱普拉斯的名斗士 想对潘独拉不利 连唯一的一场圣斗士 对名斗士之战 耸刺狼对上天灵星 死灵巫师的风花夏洛特 最后都能化敌为友 一起跑到汉堡店去大快躲頤 夏洛特说 冥王只是派他来监视雅典娜 并没有要他杀人 这个世界的人 因为都没有签血汉合约 大家其实都不想 管什么宿命之类的事 只想好好地度过 这平静的高中生活 接着就这样 相安无事地来到一年后 也就是开头的船案事件 原来发动这场攻击的 竟然是山羊座的涌斗 死灵巫师夏洛特 与他交手感到十分震惊 船上明明还有雅典娜在 身为黄金圣斗士 竟然打算让这艘船沉默 夏洛特明显不是涌斗的对手 就在快要被圣剑干掉的同时 突然白羊座的水晶墙出现 保护了他 涌斗大声喝斥白羊座的特修斯 身为圣斗士竟然保护明斗士 没想到特修斯反指着涌斗 明斗士夏洛特 刚刚还救助了一位女同学 但本应守护地上正义之人的圣斗士 竟然做出这种草菅人命的事 随后两个黄金圣斗士就交起手来 虽然圣剑能轻易地劈开水晶墙 但水晶墙无论被圣剑破坏几次 都能无限地再次张开 两人眼看即将演出一场千日战争 突然白羊座一个空手夺白刃接住圣剑 还算是破坏了涌斗的双手 眼见邮轮即将爆炸 自己的目标翔一郎也坠海了 涌斗不想练战离开了现场 而在船上的青梅竹马 加托雷亚目睹翔一郎坠海后 身上的雅典娜之力终于觉醒 雅典娜的权杖从天而降来到他面前 加托雷亚握住权杖的瞬间 头发也变长了 随后他要在场的两名黄金圣肉士协助他 用小宇宙将这艘船送到陆地上 勇斗狼狈的游回岸上后 他背后的老大也终于现身了 原来是在学校很出风头的下届学生会会长 朱利亚斯·格里芬 虽然还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是谁 但看到格里芬这个名字 很难不让人想到天贵星施救兽 他有可能想趁冥王变成小正太时 暗中耍一些手段来谋夺大位 毕竟在SS本来的设定 天贵星就是名斗士中地位最高者 接着会长也介绍了另一名同伴 三巨头之一的天雄星加罗罗出场 他的身份竟然是加托雷亚已死去的哥哥 会长对这对兄妹的宿命觉得相当有趣 正愉悦的乐在其中 另一方面 雅典娜醒来之后发现身在圣域之中 由一个名叫红月姬的女子照顾她的日常起居 红月姬将加托雷亚书章打理了一番 要她以雅典娜的身份接见众人 随后门一推开 便看见这世界的12名黄金圣斗士出现在面前 除了先前登场的双子座跟白羊座外 金牛座爱因是一个皮肤有黑的大叔 巨蟹座克里玛托里奥 也是一副玩世不公的模样 尼玛这漫画里的每个人物名字都好难记啊 还有散发阳光之气的狮子座瓦西里奥斯 双眼用布条蒙住的处女座莲华 而天秤座则是刚刚照顾雅典娜的红月姬 天蝎座优拉利亚也变成了女性 艾奥罗斯死掉后 由射手座萨吉塔琉斯接任 也就是射手座的原文Sagittarius 圣衣竟然是在SS本传初登场时的射手座造型 而山羊座永斗刚刚还想杀的雅典娜 这里却像完全没发生什么事一样 水瓶座崔斯坦感觉发型就是很不适合 双鱼座阿尔弗雷德依然是喜欢玫瑰 在教皇带领下 全体黄金圣肉士对雅典娜宣示效忠 之后剧情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目前也尚未明朗 如果对冥王异传有兴趣的朋友 请在底下按个赞 若是点赞数够多的话 将继续做影片解说后面的剧情 反正这是月刊 一个月也才出一话而已 今天内容就先介绍到这边 不负责任风动漫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